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间故事 野兔住在破庙里 得到男人心善帮助 野兔说回家别吃饭 长白山的东边有一个叫丰田村的小村庄 丰田村离镇上远 村民们去镇上赶集要一早出门 手脚麻利的才买完 才能在天黑之前赶回村里 村民良田是个侨夫 他每日砍柴要挑去镇上卖 对这条通往镇上的山路非常熟悉 良田相貌端庄 为人朴实 是个不错的后生 只可惜 他自打从羊胎出来 就不能言是个天生的哑巴 因为是哑巴 村里的孩子们经常欺负他 特别是王鹏 王鹏是王财主的儿子 是村里的一爸 他时常待人在村里横行霸道 村民们看到他都远远地躲开 王鹏每次陷到良田 不是嘲笑他 就是叫人打他 只要碰见王鹏 良田就会被欺负 良田在外面受了委屈 回家从来不对爹娘说 有时受了伤 他就偷偷自己去处理好了才回家 他不想爹娘为他担心 他知道 因为他是哑巴的缘故 爹娘受了不少旁人的白眼和嘲笑 为了帮他医治 爹娘想尽了办法 银两用了不少 可他依旧不能言 良田想快点长大 砍多点柴 挣多点银两 让爹娘不用那么辛苦 不曾想 他还没有机会好好尽小 爹娘就出了意外 在他十岁那年 一场大火烧毁了他们的房屋 爹娘也在那长火灾中丧生 只留下他一个人 一夜之间 他成了一个无爹无娘又无家可归的孤儿 村民们觉得他可怜 就凑了些银两 一起帮他搭建了一件茅草屋 良田很感激村民 终于 他又有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了 自此以后 良田每次上山砍柴 都会多砍一点送给村民 这么多年过去了 都不曾间断过 村民对良田好 王鹏却羡不得他好 良田要上山砍柴 王鹏就守在山口 不准他上山 说那是他王家的山 上山就要留下买路财 为了躲开王鹏 良田只能舍近秋远 去离丰田村较远的山上砍柴 可是砍柴回到村口 照样被守在村口的王鹏拦住 向他讨要买路财 有村民看不过眼 替良田说好话 王鹏却一瞪眼 道 他是哑巴 带坏了丰田村的风水 这是他活该 村民们最忌讳风水不好 家家都有田地 只有风水好 风调雨顺 他们才能有好收成 坏了风水 他们也没有好日子过 渐渐的 有的村民听信了王鹏的谗言 也开始跟着他欺负良田 这让良田本就不好过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一日 良田去镇上卖柴 因为不好卖 耽搁到天黑才从镇上回村 走在漆黑的山路上 良田正寻思着 这些银钱要如何精打细算用 突然 从树后面窜出几个人 将他拦住 良田借助月光看去 是王鹏带着村里的几个后生 王鹏走上前 伸手道 拿出来 良田本来就怕王鹏 见他这样 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那几个后生 将良田团团围住 见良田不识去 王鹏不耐烦道 把卖柴的银子拿出来 良田边摇头边打手势 意思是 不能给 给了他就没饭吃了 王鹏不理会 事宜动手 围着良田的那几个后生 上前 按住他就搜身 良田边正扎边 急得嘴里咿咿咿咿 表示抗议 可是根本无济于事 王鹏颠凉着手上的银两 嫌弃道 就这磨点 你是不是藏起来了 良田拼命摇头 急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王鹏将银两放进衣袖 伸手拍了拍良田的脸 道 记住 以后卖柴得了银两 全部交给我 不然 别怪我揍你 说完 王鹏哈哈笑着 带着那几个后生扬长而去 自打那以后 王鹏也不拦着良田上山砍柴了 不过 每次良田从镇上卖柴回来 银两都被王鹏抢了去 良田没办法 为了填饱肚子 只得在镇上回来的山路上找个地方埋下稍许银两 等王鹏抢走了身上的银两后 再折回把埋下的银两挖出来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日 一次 良田蛇回正在挖银两的时候 被偷偷跟踪他的王鹏当场抓住 王鹏恼羞成怒 不仅抢走了他的银两 还将他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 扬言道 再敢私藏银两 绝不轻饶他 良田被打得躺在地上动不了 他又渴又饿 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躺至半夜 良田才艰难地爬起来 亮呛着回了家 第二日 良田不顾身上有伤 早早上山去砍柴 他已经两日没有吃东西了 他寻思着 以后卖了柴 在镇上吃饱一顿再回村 就算银两被王鹏抢走 他也不至于饿肚子 因为肚子饿 身上又有伤 今日砍的柴不多 良田坐在树下歇歇了片刻 起身之时 他突然发现灌木丛中有一只野山餐 这个发现让他很惊喜 良田的爹良食材是个郎中 小时候 良田经常跟他上山采药 对药材多少有点了解 他不能研 不能继承良食材的衣钵做郎中 良田曾听良食材说过 若是能采到野山村 就能救不少人的性命 良田将野山餐边上的灌木砍断 小心翼翼的上前采摘 不破坏野山餐的每一条根须 他记得良食材曾说 采摘野山村的时候不能破坏它的根须 否则他的药性会降低 良田怕被王鹏发现 他将野山餐再吸收在铁身衣物里 调着柴下山往镇上赶去 到了镇上 天已经黑了 药铺已经打烊 外面下起了雨 良田用木柴换了两块烧饼 他怕野山餐被雨淋湿 就去镇郊的一个破庙里避雨 寻思着明日一早 再去镇上卖野山餐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电闪雷鸣 破庙里四处通风 良田坐在转角出避风 一道闪电画过 破庙里照得如同白昼 一个湿漉漉的黑影 从良田身边窜过 良田还莫看清楚 闪电过后庙里又恢复了一片黑暗 良田没在意 片刻后 良田听到稀稀索索的声音 他寻着声音走过去 借着闪电的光 良田看到一只野兔 蜷缩在墙角 一阵风吹过 野兔打了个寒颤 良田脱下身上的外衫 给野兔盖上 野兔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良田在野兔前面坐下 为他挡风 一阵风吹过 野兔用鼻子嗅了嗅 片刻后 用人言道 野山餐 良田诧异地看向野兔 随即点了点头 野兔画成人形 是个老妇人 她道 敢问公子 野山曾可否见来医用 我家小儿被精怪附身 每日生不如死 我寻遍了方法 都不得其解 方才 精怪又在折磨我家小儿 我与他搏斗了一场 可终究修炼不够 斗不过他 听闻 此精怪惧怕野山餐的气味 只要将他放至身边 七七四十九日 精怪则无处遁形 化为乌有 良田听后 没有犹豫 从中医内取出野山餐 将他交给老妇人 老妇人接过野山餐 向良田写道 多谢恩人 老妇提醒你一句 回家别吃饭 第二日 良田空手而归 王鹏带人在山路上等他 见他身上分文没有 对他又是一顿毒打 良田带着满身的伤 回到了家 他鸡肠碌碌 可想到昨日那个老妇人说的话 他忍受着饥饿睡了过去 当天晚上 良田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不仅身上的伤好了 家里还有吃不完的粮食 他在梦里美美地吃了一毒饱饭 第二日醒来 良田抬起受伤的手 竟然没有疼痛的感觉 他摸了摸肚子 肚子也不饿 如此过了几日 良田依旧天天上山砍柴 卖柴的银两仍是被王鹏抢去 没有银两 良田也不觉得饥饿 因为夜晚在梦里 他都能吃上饱饭 王鹏不知道从哪里得知 他不用吃饭 还有力气砍柴 就以为良田在家里 私藏了粮食和银两 王鹏带人 冲进良田的家里 把他家翻了个底朝天 结果 也没有找到一两银子一颗粮食 这让王鹏很不甘心 他找人偷偷跟着良田 可几日过去了 良田的作息如常 只是 跟踪良田的人告诉王鹏 他跟了几日 不曾嫌良田吃饭 只见他喝水 王鹏听后一愣 寻思着 世上哪有不吃饭的人 这其中定有蹊跷 于是 他又带人把良田家翻了一遍 可还是没有找到银子和粮食 这让王鹏困惑 他百思不得其解 一日 王鹏带人在村里横行 碰见一个化斋的老和尚 王鹏想起良田的怪事 拦下老和尚问道 你可曾听闻 天下有不吃饭 只喝水之人 老和尚摇头道 不曾 王鹏所眉 突然 似是想到了什么 他惊恐道 难道此人不是人 是妖 老和尚心头一震 问道 此人夜间可有影子 王鹏认真思索起来 他夜间在山路上拦下良田的时候 见过他的影子 有 王鹏点头 肯定道 老和尚沉吟片刻 问道 此人现在何处 王鹏指了指村北方向的茅草屋 道 此人现在上山砍柴 夜间回来 老和尚看向茅草屋 顿时感觉一股无形的力量 笼罩着茅草屋 老和尚向茅草屋方向双手合十 道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王鹏不解道 这是何意 老和尚看向王鹏 道 施主莫在于此人有过解 否则定会惹祸上身 王鹏脸一黑 这是什么话 那个哑巴 被他欺负了这么多年 都不曾反抗 如今又能将他如何 他冷冷瞥了一眼老和尚 蛮横道 老秃驴 你莫要在此妖言获重 走走走 去别处画斋 莫要在此碍言 说主 就带人将老和尚赶出了村 老和尚见话已至此 王鹏仍执迷不悟 也不纠缠 摇头叹息着向村外走去 当晚 王鹏越想老和尚的话越是气不过 他在村里横行着魔多年 还不曾有人这般威胁过他 一个不知好歹的老秃驴赶着魔说 他定要让老秃驴好好见识见识 是谁在惹祸上身 心里真魔想着 王鹏就带上几个人往梁田的茅草屋走去 他倒要看看 他欺负哑巴 谁敢拦着 梁田刚从山上砍柴回来 他把两大捆柴放在门口 进了茅草屋 王鹏带人来到梁田门前 见到摆在门口的梁捆柴 也不说话 抬脚就把雷好的柴踢倒 木柴散了一地 梁田听到声音 走出茅草屋 现是王鹏带人前来滋事 心里惧怕 不敢出声 默默退至门边 王鹏带梁田这副闹样 放肆地哈哈大笑 道老秃驴 我今日就让你好好瞧瞧 是我拒他 还是他拒我 说完 他就对带来的人道 烧 把他的屋子烧掉 几年前我烧了 今日 我再烧一次 看看哪个能把我如何 说完 他还嚣张地看向梁田 梁田听闻王鹏 说几年前烧过一次 他忙一压打手时 问是怎么回事 王鹏冷笑一声 轻蔑道 也不怕告诉你 几年前 你家屋子就是我烧的 你爹是郎中 却治不好我爹的脚脊 这算什么郎中 收了我家银子治不好病 留他何用 原来 王财主在幼年时的过一种怪病 后来虽然治好了 可是脚部却留下了病症 时常疼痛 粮食才是村里的郎中 可王财主看不上他的医术 每次脚脊都去镇上找郎中看诊 一日 他的脚脊犯了 郎中开的药也已用完 眼看着外面黑压压的咬下大雨 王财主一时没了办法 脚又疼得难受 万般无奈之下 王财主这人把梁食才叫了去 梁食才知道 王财主看不上他的医术 他也没放在心上 梁食才在戏帮王财主检查 问诊 王财主打得敷衍 问多了就显得不耐烦 梁食才小心为他用药和开方子 如此诊治了两次 王财主觉得脚脊似乎好些了 就问梁食才 他的脚脊可否去跟一劳永逸 梁食才犹豫片刻 如实告知 说他的脚脊跟他幼时的病有关 如他能将幼时的病症详细说与他听 假以时日 脚脊去跟也是可以的 王财主听了 面色一沉 非常生气 二话不说 命人将梁食才打得出去 王财主幼时的怪病是隐疾 难以启齿 当时除了他的双亲无人知晓 如今 梁食才不知好歹 想探知他的隐疾 这让王财主如何不气恼 王财主知晓 王彭经常欺负梁食才的哑巴儿子 他心想 梁食才能治好脚脊是假 想探知隐疾是真 如若他医术真有如此了得 为何治不好他的哑巴儿子 如此想着 王财主更加确信梁食才不坏好意 他想借诊并来探知自己的隐疾 正在王财主生气的时候 王彭回来了 他见王财主脸上不悦 问他为何 王财主将梁食才的事说了 当然 他没有如实说 只说梁食才如何夸口 能治好他的脚脊 结果却是拥一一个 什么都治不好 还浪费了他的要钱 王彭本来就看不惯哑巴 如今哑巴的爹感如此欺负他爹 这口气让他如何能咽下 于是他拍着胸脯对王财主道 梁食才如此不知好歹 他为王财主惩治梁食才 当天傍晚 王彭带着人就去了梁田家 二话不说就叫人将屋子点着 梁田去砍柴还没有回来 梁食才正在屋里专心研究草药 妻子王氏在做晚饭 等他们知道房子走水响逃出去的时候 王彭早已将他们要逃的路给封死了 梁田回到家的时候 梁食才夫妇已被活活烧死 屋子也被烧成灰烬 闻讯赶来救火的村民 被王彭等人拦在外面 说火势太大进去危险 他已经叫人进去救火了 叫他们在外面等着 村民们不知王彭的心思 他们除了在外面焦急等待 也没有其他办法 梁田听了 王彭承认是他烧的 心中气愤 他两手握拳 眼底冒火 从来没有这磨粉怒过 以往被王彭欺负 他知道自己斗不过他 能忍都忍了 可今日 当他知道自己的爹娘和屋子 都是因为王彭而没了的时候 气氛的火焰让他失去了理智 他冲上前 第一次向王彭挥出了拳头 王彭的鼻子 被梁田结结实实地揍了一拳 血流不止 王彭哪曾受过这等欺负 他挥起拳头 当即就跟梁田牛打在一起 正在这时 一个下人急急忙忙跑来对王彭喊道 少爷 不好了 宅子走水了 王彭一愣 看向他家宅子方向 果然 熊熊大火照亮了村里的西北角 王彭狠狠向梁田挥出一拳 转身就往宅子跑 也不管他带来的人在后面喊他 王彭家是丰田村的财主 田地多 宅子大 在丰田村 是家大业大的大户人家 平素 王财主家的人在村里横行霸道惯了 仗是欺人不说 还总是想进办法占村民的便宜 不是今日从村民家家住至基 就是明日从村民以家牵制养 村民的日子本来过得就艰难 见此情景却都敢怒不敢言 为了不得罪王财主 还得牵着嘴角陪上笑脸 如今王财主家走水 村民们心里高兴还来不及 哪会尽心帮忙 只是随便做个样子 提半桶水过来救火 吓人告诉王鹏 火烧起来的时候 不知为何 宅子的院门和房门都打不开 好像锁着似的 里面的人跑不出来 等王鹏赶到的时候 宅子火势凶猛 他根本没办法冲进去救人 王鹏就这样看着宅子和宅子里的人 被大火吞噬 他在外面如何哭喊 都无济于事 一场大火下来 王鹏家的宅子全都烧毁了 人也烧没了 王鹏看着眼前一片废墟的宅子 瘫倒在地上 再说梁田这边 原本王鹏带来的人要点火烧屋子 可不知是风大还是什么原因 每次点着火把 一阵风吹过 火把就被吹灭 如此试了几次 直到王鹏和梁田打起来 再后来到王鹏离开 烧屋子的火都没点着 其中一人没了耐心 直接用火蛇子对着茅草屋点火 可也是齐了 无论如何是 就是点不着 王鹏走后 梁田献他们要烧自己的屋子 如今的梁田满腔怒火 无处发泄 他从地上捡起两根木柴 对着那几个人 就是一毒追打 那几个人平日跟着王鹏 对他耀武扬威 没少打他 他如今把积压在心中的 所有怒气和委屈 都一起向他们发泄出来 那几个人被梁田打得四处逃窜 纷纷跑去找王鹏 王鹏听说 梁田家的茅草屋点不着 他看着被大火烧进的自家宅子 再看梁田家的茅草屋 心里愤恨不已 如今 他还没有去找梁田的麻烦 他家宅子就先走水了 看来老和尚说的话不对 是梁田这个哑巴 给丰田村带来了衰运 不然 他家的宅子不会走水 对 一定是这样 于是 不出两日 丰田村就传出 梁田是灾星的传言 说他是灾星 生来不能言 还克死了双亲 如今 又给丰田村带来了灾难 王财主家宅子 莫名走水 皆是他这个灾星所害 村民们最怕灾星 听说梁田是灾星 听说梁田是灾星 就开始对他指指点点 说他一出声就是哑巴 是因为他前世做的坏事太多 老天爷这一事要惩罚他 还说他克死双亲是大逆不道 胆小的村民陷到梁田都远远地躲开 一时之间 梁田成了丰田村人人喊打的不祥之人 自从打了王鹏之后 梁田卖柴所得的银两再也默认来讲 梁田将银两收好 他依旧天天上山砍柴 每次还不忘给帮过他的村民送柴 虽然他给的柴村民都当瘟疫式的扔出来 可他还是坚持送风雨无阻 他的诚心和善良 没有打动被人蛊惑的村民 相反 他的不解释不反抗 反倒被村民们误认为 他是默认灾星一说 这日 梁田像往常那样上山砍柴 走到村东头池塘边的时候 看见前面聚集了很多村民 还有一个搭起来的木台 王鹏也在其中 王鹏看到梁田 马上大声对村民喊道 你们看 那个灾星来了 快把他绑起来 村民们看向梁田 刚才还喧闹的场面瞬间安静了下来 几个壮汉冲上去绑梁田 梁田正扎着推开他们 奈何他们人多 最终 梁田被他们绑在木台上 王鹏指着梁田 朗朗道 梁田 你是丰田村的灾星 自打你出生以来 就把衰运带给丰田村 老天爷惩罚你 让你不能言 可你不甘心 不仅刻死了辛苦养大你的爹娘 还要害丰田村的人 我家宅子走水 就是因为你这个灾星 如今 未免你在祸害他人 我们要替天行道 烧死你这个灾星 梁田被绑在木台上 他嘴不能言 手也不能动 他急得咿咿咿咿 抬起下巴指着王鹏 就是想告诉村民 他爹娘不是他客死的 是王鹏点火烧死的 不了解内情的村民们 已被王鹏的话带片 梁田说不出话 他们不知道梁田咿咿咿咿在说什么 而且都这个时候了 大家也没耐心听他解释 只想着快点解决他 别让他给丰田村带来更多灾难 王鹏县村民们如此信他 心里暗自高兴 他想速战速决 以免夜长梦多 他叫人向木台点火 不给村民改变主意和心软的机会 他要借此机会 为他死去的亲人报仇 烧死梁田为他们祭点 木台的火烧起来了 越烧越大 梁田嘶吼着正扎着 有村民不忍心 流着眼泪道 孩子 你下去好好忏悔 别再做伤天害理的事 为你爹娘尽孝 其他村民也纷纷流泪道 下去好好孝顺你爹娘 他们都是好人 正在这时 天上画过一道闪电 瞬间天空暗如黑夜 大雨倾盘下 木台上的火被浇灭 一个年长的村民抬头看向天际 他惊呼道 天神来了 天神来了 说住 他向着闪电的方向 虔诚地跪拜下去 其他村民健壮 也都跟着跪拜下去 一时之间 电闪雷鸣 暴雨如注 彭扶在向世人诉说 这不公的世道 许久之后 雨停了 天空放晴 太阳从厚厚的云层后面出来 一个老妇人 脚踩降云飘然而至 停在半空 只见她从袖中取出遗物 对梁田道 孩子 此物归还于你 你有何冤屈 说于众人听 紧接着 一道荧光降野山餐送至梁田身前 荧光环绕梁田数圈 片刻后 梁田开口道 我不是灾星 爹娘不是我客死 是王鹏带人放火 烧了我家屋子 他们将我爹娘困于屋内 才被活活烧死 你们不信 他们可以作证 说住 梁田用手指向跟着王鹏的那几个人 梁田能言了 村民们都惊讶地瞪大眼睛看着她 同时 又转头看向她手指的那几个人 那几个人看了眼王鹏 低下了头 这时 老妇人手指轻轻一指 千万条线圈将那几个人绑住 且越收越紧 其中一人守不住 坦白道 梁田家的屋子是王鹏教我们去烧的 还有梁田爹娘 若不是王鹏叫人将房门从外面锁住 他们不会被烧死 此言一出 村民们都难以置信地怒视着王鹏 有大胆的村民指着王鹏骂道 原本只道你蛮横无礼 却不想你竟如此歹毒 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 竟将梁田爹娘活活烧死 不能饶过她 我们去报官 村民们群情激愤 纷纷喊道 去报官 去报官 官府来人 将王鹏和他手下那几个人一起带走 两日后审案 丰田村的村民都去听审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最终 王鹏和他的同党被判死罪 十日后问斩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男子醉酒 半夜队 师姐霸王硬上宫 他扯下香包 逃过一劫 明朝万历年间 太行山脚下 有一个敦厚老实的男子 名叫李根生 平日跟着父亲 以采药卫生 一起照顾着 家中身体欠家的母亲 日子过得不算富裕 但也算平安喜乐 这天 根生背着一大筐草药 去给宁康堂送药 他刚走到店门口 宁掌柜之女宁心 就眉眼弯弯地迎了出来 催生生地喊道 根生哥 又来送药了 说吧 就伸手去接根生背后的被篓 宁家和李家 一个收药 一个采药 从上一辈开始 两家人就交往甚密 宁心和根生 从小一起长大 关系比亲兄妹还好 内心的情意彼此也都心知肚明 根生挡住他的手 语气温柔地说 这次药草多 很重 我背到里面去 宁心脸上的笑意更加柔和 心中的甜蜜 也多了三分 他知道 根生哥不愿让他干粗活重活 也没再多说什么 根在根生后面 进了后院 根生把被篓放下 宁心看着他满头大汗 麻利地从茶壶里倒了一杯水递过去 根生确实又热又渴 他端起水一饮而尽 就在他准备把杯子递给宁心时 乙方带着清香的帕子 正轻轻擦拭着他额头上的汗珠 他一愣 挣了片刻 内心的甜蜜阴晕开来 但他还是往后躲了躲 有点不自在地说 心而 担心别人看到 宁心脸上 浮起一丝红韵 娇羞地说 爹出门看诊了 只有师弟在前堂 后院默认 根生不想破坏宁心的名声 自己接过帕子 擦了一把脸上的汗 然后把被篓中的草药拿出来 一样一样铺开晒好 如果给别家送药 这些活的是不用钱的 但在宁家他很愿意效劳 这样既可以跟宁心多待一会儿 也能替他省去一些力气 根生晒好草药 宁心从柜台里拿出一些碎银 放到他手里 根生垫着沉垫垫的银子 就知道宁心又多给了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心儿这宁心冲他调皮地眨了眨眼 用手指做了一个晋升的动作 用只有他俩能听到的声音 笑声说道 伯母身体不好 给他买些有营养的食物补补 根生知道宁心对他好 对自己的爹娘也好 所以他没有拒绝他的好意 他要多挣一些钱 快点把他娶回家 好好地疼他爱他 想到这些 根生浑身都充满了动力 他朝宁心挥了挥手 迈着大步朝门外走去 他刚走到一个拐角处 就有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他还没有看清楚是谁 肚子上就被重重地挥了一圈 疼痛赶起来 根生捂住肚子 才诧异地看着来人 喊道 胡子 你发誓魔疯 无缘无故地打我干什么 胡子是宁心的师弟 也是他爹唯一的土地 是他爹从外面捡回来的一个流浪 宁掌柜陷他无处可去 就把他留在身边当学徒 胡子瞪大双眼 愤怒如火般在他眼底灼烧 对着根生恶狠狠地说道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警告你以后离师姐远点 再败坏他的名声 我会打得你满地找牙 想必胡子是看见了宁心给自己擦汗 才会这般愤怒 根生想到他能这样维护师姐 心里多了些许未解 也就不再计较胡子对自己下手的事情 他笑着拍了拍胡子的肩膀 说道 今日之事 是我考虑不周 我会尽快让人上门提亲的 胡子的嘴角吸动了击下 想要说什么 却终究没有说出口 气冲冲地回了宁康堂 根生以为胡子气消了 也没有多想 他现在满脑子 都是宁心娇俏和人的模样 一心想着把他早点娶回家 也没有心思细细琢磨别人的感受 一晃半年过去 根生终于攒够了聘礼钱 李府拖了媒婆去说亲 宁掌柜是看着两个孩子一起长大的 再说宁心从小无母 是李母帮着拉扯大的 现在两个孩子有意 他也乐得成全 成亲的日子定在两月之后 两家都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亲事 这天 宁掌柜去集市 给女儿买了一些婚嫁用品 他刚到家放下东西 连口水旋没来得及喝 就见隔壁村的蔡大全 急匆匆地来了 蔡大全扑通一声 跪倒在宁掌柜跟前 声泪俱下地说 宁大父 求求你救救我娘 他就病父发快不行了 蔡母的病一直是宁掌柜在看 虽然病情难治 但也一直靠药效维系着 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 救人如救火 宁掌柜不敢耽误 背起药箱就往外走 宁心见父亲这般辛劳 他虽心疼 但也知道大父的职责 只好拿起自己刚烙好的饼 卷了一些菜 递到父亲手中说 爹 你拿着路上垫一口 晚上我等你回家吃饭 宁掌柜接过饼子 朝女儿点了一下头 跟着蔡大全匆匆离去 傍晚时分 宁心做了两个父亲爱吃的菜 还给他喂了一小壶酒 等着父亲回来吃饭 可他左等右等 等到天都黑透了 父亲还是没有回来 宁心心里很着急 这时一道闪电划过 一声惊雷响起 雨滴紧随而落 突然下起了罕见的瓢泼大雨 宁心没办法再继续等 穿好雨鞋 长着灯笼 拿起雨伞 就要往雨里冲 一只有力的手 拉住了他的胳膊 说道 师姐 你在家等着 我去接师父 宁心朝胡子点了点头 把手中的雨具递给他 交代道 天黑路滑 你们要注意安全 我在家等着你们回来 胡子应声冲入了大雨中 可宁心在家里等了几个时辰 雨都停了 饭菜也热了又热 依旧不见父亲和胡子回来 他的内心开始隐隐的不安 就在他发愣之时 大门光当一声响 他看到 胡子背着全身是你的父亲回来了 宁心来不计多想 直接冲过去 帮着把父亲弄到了木榻上 这时他才发现 父亲双眼紧闭 脸色苍白 额头上还有一道止了血的伤口 湿漉漉的衣服上 沾满了泥泞 而且身体逐渐失温 人只剩下微弱的气息 他跟着父亲学医识记载 知道父亲的状态意味着什么 他来不及询问胡子原因 而是用自己所学 全力以赴的急救 宁心使劲全身血术 宁掌柜的呼吸 还是越来越弱 胡子拉住宁心的胳膊 哭着喊道 师姐 没用的 我找到师父的时候 已经急救过了 也帮他止了血 这时宁心才缓过身来 停下手中的动作 颓废地坐在地上 嘴里喃喃道 告诉我怎么回事 胡子神色有些痛苦 他努力调整好情绪 缓缓说道 我找到师父的时候 他已经被他方的突破压住 只有腿和药箱路在外面 我拼尽九牛二虎之力 把他挖出来 帮他止了血 才背着他回家的 天灾人祸 宁心怪不到任何人头上 他努力支撑起自己的身体 打了一盆清水 给父亲收拾遗容 胡子接过他手中的毛巾 哽咽着说 师父把我捡回来 留我在您家 待我安重如山 他没有儿子 这些深厚事 就留给我来做吧 宁心也不跟他抢 胡子十岁到他家 一转眼就过去了七年 这七年 父亲和自己都带他入亲人 从来没有亏待过他 做这些事情也说得过去 胡子清理好宁掌柜的遗体 又给他换了宁心找过来的干净衣服 才缓缓抬起头 看着宁心说道 师姐 我给师父清理伤口的时候 他清醒过 他说让你把宁康堂收好 宁康堂是方圆几个村 唯一的一个医馆 父亲的脚步踏遍了家家户户的门槛 谁家有个头疼脑热都会来找他 他放不下医馆也很正常 原来父亲是准备把医馆交给胡子的 可他走的这般急 胡子的医术还达不到他的水平 自己也差得远 但两人合力 也许能把医馆支撑下去 宁心没有言语 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现在热笑在身 成亲的事只能暂且割下 那就先帮着胡子把医馆撑起来 等他能独当一面之后再说 宁掌柜的丧事上 宁心看着忙前忙后的根生 心里更加难过 原本好端端的喜事变成了丧事 自己唯一的亲人没有了 亲事至少要缓一年 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根生走过来 抚着他的手安慰道 你要注意身体 宁叔也不希望你这么难过 规矩我懂 你好好守孝 我会耐心等你的 以后我就是你的口山 宁心还没来得及说话 胡子就走过来 拉开根生的手说 你俩还没成亲 以后我才是师姐的口山 我会照顾好他的 两人只当他是小孩子心性 谁也没把他的话当真 心里都是想着 怎么把宁康堂先撑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 宁心在家坐枕 胡子外出看枕 跟生才要切药 几个人配合得很默契 谁也没想到 一场厄运 悄悄地向他们靠近 宁心的守孝期 即将满一年 他开始跟根生 重新商量亲事 两人商议婚后 把宁康堂 全部交给胡子打理 只要他能接替父亲的遗志 宁心也不准备跟得争家产 这天 宁心和根生 把胡子叫到跟前 宁心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他本以为 胡子会心高采烈地接受 谁知胡子听完后 直接拒绝了 他站起来说道 师姐 师父是让我协助你 不是让我接管宁康堂 你要嫁人 我莫意见 但必须是上门女婿 能跟你一起担起宁康堂的人 不能让师父 这么多年的心血白费了 宁心和根生傻眼了 根生母亲的身体不好 膝下只有他这一个儿子 根本不可能让他做上门女婿 就算两家距离不远 也能照顾父母 可做上门女婿和娶媳妇回家 对于老人来说 那是有很大区别的 他俩还没有说话 胡子就盯着根生说 李根生 如果你不愿意上门帮师姐分担 那就早点把亲事退了 不要妨碍他寻觅良人 根生和宁心面面相去 两人轻眉竹马 一个没有想过令曲 一个没有想过他嫁 可现在横在他俩面前的不是感情 而是宁掌柜让宁心守家的遗言 场面一度陷入了沉寂 最后还是根生打破了沉默 鲜儿 你等着我 我这就去跟爹娘商量 他说完起身就往外走 宁心心中百般滋味 却也没有阻拦他 如果李家父母同意这桩亲事 自己会把他们当亲生 父母孝顺 生下来的长子也会姓李 绝对不会亏了他们李家 好在李家父母通情达理 尤其是李母 他从小就把宁心当自己的女儿看待 现在宁家只剩下他一个人 不管是嫁娶还是上门 只要他们是一家人 何种形式不重要 根生在得到父母许可后 心匆匆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宁心 宁心没有想到李家人会这么痛快地同意 他抓着根生的胳膊 激动地说 根生哥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亏待爹娘 第一个儿子也跟你姓 我们一起扛起这个家 胡子看着两眼兴奋的发光的世界 默默无言地走出了房间 既然没有阻碍 两家亲事如期举行 根生入坠到宁家 跟宁心和胡子住到了一起 李家父母依旧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根生和宁心会经常回去看望他们 长青后的日子 小夫妻恩恩爱爱 对父母也很孝顺 生活充满了祥和 宁心认为自己找到了幸福 终于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时 这天根生进山采药 居然到傍晚都没有回来 宁心忐忑不安 可他一个人在医馆走不开 只好耐心等着 这时胡子背着药箱从外面出诊回来 宁心看到他 赶紧说 你在医馆守着 你姐夫早上出门采药 到现在都没回来 我去寻寻 胡子抬眼 看了看快黑的天 说道 师姐 你在家待着 我去找 说完也不管宁心什么反应 放下药箱就走了 游胡子去找 两个大男人应该不会有什么事 宁心折磨想着 心里也踏实了一些 开始一边做晚饭 一边等他们回家 可晚饭做好 天都黑透了 两个人还没有回来 宁心急得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一种不好的预感再次涌上心头 师姐 师姐 宁心满脑子胡思乱想时 院子外传来了胡子的声音 他三步并坐两步 激动地朝院子里走去 发现只有胡子背着装药的篓子回来了 却没有见到根生 他往门后望了望 疑惑地问道 你姐夫呢 胡子把药篓子放到地上 不敢正眼看他 低声说 我只在悬崖边找到这个 我看到崖边上有一株寒性的药草 估计姐夫才要是掉下去了 宁心惊讶地瞪大眼睛 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问道 你没有下去寻找吗 晚上山上全是野兽 如果放任不管 就算有一丝生的希望 到天亮也迟了 天太黑了 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 我回来拿上工具 叫些人再去找 胡子说完去房间 找了绳子和山刀等工具 又在村里叫了几个相熟的小伙 往山中走去 这次宁心执意跟上 胡子也没有阻拦 一行人找到崖边 宁心借着灯光 确实看到了那株罕见的药草 他心中一酸 想到根生为了采这株药而掉下悬崖 眼泪又出来了 胡子绑好绳子 跟同村的一个兄弟一起顺着绳子往下爬 宁心站在悬崖边上 静心祈祷着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听到有人问 怎么样 你们到底了吗 下面有没有人 宁心睁开眼睛 才发现 胡子他们上来了 胡子神情庄重地摇了摇头 山底下有一滩血迹 但是没找到人 不知道他是被人救走了 还是被野兽吃了 宁心一个亮枪 差点也掉下悬崖 幸亏胡子眼鸡手快扶住他 一同下去的兄弟安慰他道 这个丫头不是太高 人掉下去还是有生孩的可能 也许是被人救走了 大家都过来安慰宁心 让他往好处想 此时已经接近半夜 宁心再难过 也不能把大家置于这荒山野岭之中 只好在胡子的搀扶下 大道回府 第二天 第三天 接下来的好多日子 宁心都不顾众人反对 一意孤行地去山里寻找 可没有找到半点痕迹 根生就这样活不现任 死不见尸 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村里人都认定根生被野兽吃了 听闻这等噩耗 李家父母一夜之间苍老了十岁 李母更是旧病复发 卧床不起 为了照顾李母 宁心只好放弃寻找 替根生担起照顾父母的重任 一晃一年多过去 根生还是没有回来 连李家父母都接受了 儿子遭遇意外的事实 开始劝宁心改嫁 毕竟他们成亲不足一年 像花一样的年纪就没了丈夫 谁也不忍心看他一只手刮 可宁心的态度非常坚决 他一日没有找到根生的尸骨 始终不相信 他就这样抛弃了自己和父母 他一有时间就上山寻找 总希望发现蛛丝马迹 证明自己是对的 这一年多 胡子一直守护在宁心身边 替他挑起宁家重担 还无怨无悔地帮着他照顾李家父母 虽然他什么也没说 但周围的人都看出了他对宁心的情谊 连后知后觉的宁心都感觉到了师弟情感的变化 尽管胡子只比宁心小一岁 可宁心一直把他当弟弟 从来没有半分男女之情 发现胡子的变化后 宁心开始刻意躲避他 胡子很难过 只好请求李家父母帮忙 李家父母想到自己儿子命薄 心中很是难过 但也不想着魔好的儿媳孤独终身 与其便宜了别人 还不如让胡子入坠 宁心在李家父母跟前 任何事情都可以退让 唯独让他再嫁这件事情 他丝毫不让 为了让胡子和李家父母 觉了心思 他当住大家的面说 胡子 你也年龄不小了 我作为姐姐 可以帮你另立门户 许妻生子 这番话的意思 再明白不过 两位老人除了叹气之外 也不好再强求他 而胡子的心里多了怨恨 他不想娶别人 自从进了师父家 师姐处处关照他 心疼他 那时在他幼小的心里 觉得师姐就是这个世界上 对他最好的人 他想陪伴他过一辈子 可是根生占了先机 即使现在没有了根生 他还是半点机会都没有 那一夜 胡子喝了很多酒 半夜摇摇晃晃摸到家中时 发现师姐的房门尾栓 他就这样冒冒失失地闯了进去 宁心因为担心胡子 本来就没有睡踏实 留着门 也只是想听着胡子回来的动静 谁知他趁着酒进 要冒犯自己 宁心看着 朝自己扑过来 比自己还高一头的男人 此刻才彻底明白 他俩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弟 而此时 胡子完全失去了理智 他的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 他要得到尸解 宁心人小体弱 硬扛根本不是胡子的对手 他在心里快速地盘算着 怎么保住自己的清白 这时他的手无意间摸到了自己腰间的香包 这可是父亲特意为他调制的 那师母清刚去世 他又胆怯又无助 整夜睡不着觉 父亲为了安抚他 就特意给他制了这个香包 里面加了很多安神的药材 只要放在鼻尖秀一秀 他就能美美地睡一觉 想到这些 宁心冷静了片刻 扯下香包 放到胡子鼻前 胡子没有任何挣扎地 瘫倒在地上 宁心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看到自己一手带大的弟弟 也敢这么轻薄自己 他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此时特别想念他的根声歌 如果他在 就不会有人欺负他 如果他在日子 就不会过得这么狼狈 宁心不想活了 他想去找他的根声歌 他就这样失魂落魄地走到了悬崖边 想顺着根声的脚步从这里一跃而下 可他玄美来得及跳下去 就感觉一阵急风吹来 然后他就发现自己被抗了起来 此人在山间飞檐走壁 如履平地 宁心瞬间反应过来 他不停地拍打着那人的后背 强烈地挣扎着 呼喊着 可那人似乎没有感觉 在山地上依然急步如风 直到一个山洞里 才把宁心放下来 山洞很黑 宁心看不到周围的环境 但他感觉到对方是个人 而且没有伤害他 可他刚刚在家受了惊吓 又碰到这样的情况 他特别紧张 此时身体瑟瑟发抖 他看不清对方的容貌 只好结结巴巴地问道 你 你是谁 魏师魔要带我来这里 对方没有言语 却听到洞内传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他是你丈夫 宁心听到这话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内心惶恐不已 他顺着声音望去 看到离他积丈远的地方 有一对绿绿的眼睛 此刻正盯着他 本来一心求死 现在遇到这种诡异的局面 他的心反而警惕起来 问道 你又是谁 凭什么说他是我丈夫 我是一头老狼 但你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 让他把你扛来 只是为了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绿眼镜的方向再次发出声音 一道亮光闪起 黑黑的山洞里出现了一面水镜 水镜中出现了宁掌柜的身影 那日宁掌柜替菜母诊完病 出来时天色江黑 他因为心里惦记着女儿的亲事 急匆匆地往家里干 可才走了一半的路 就开始下大鱼 大鱼模糊了他的视线 加上天黑路化 他踩到了一个松散的土坡上 人连着土滑了下去 当时宁掌柜虽然受了一些伤 但并没有生命危险 就在他努力往上攀爬的过程中 他看到了前来寻他的胡子 他向胡子伸出了自己的手 胡子把他拉到自己跟前 然后双手死死把他的脸 摁进了泥土里 宁兴看到自己的父亲五官朝下 四肢不停地挣扎 已经哭得气不成声 嘴里一直嘟囔着 不可能 不可能 爹代他如亲生儿子 他为石魔要这魔作 又一道白光闪过 老狼切换到另外一个画面 愤恨地说道 他做的远不止这些 这次宁兴看到了根生 他和胡子一起进了山 采了很多药 然后胡子把根生领到了悬崖边 指着那猪罕见的药草说 那猪草可以娶你娘多年的心计之正 根生听到这话两眼放光 母亲一直身体不好 这是他心里的一块病 而且胡子是大腹 既然他这么说 这个药草肯定是有效的 于是他放下药篓子 就要去采药 就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 胡子伸手推了他一把 根生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已经掉下了悬崖 根生重重地摔在地上 失去了知觉 只是一头老狼急奔而来 把他叼到了一个山洞里 宁兴再傻也明白了怎么回事 此时天色一亮 洞口有了微弱的亮光 宁兴看到了眼前的男人 虽然旁头垢面 但确实是自己日思夜想的男人 他扑通一声跪在老狼跟前 声泪俱下地说 多谢您救了他 我一定会记住您的大恩大德 不用谢我 善人有善报 我被猎人的弓箭射伤时 他没有落井下石 而是采了药草给我治疗伤口 才让我得以恢复 只可惜我能力有限 只教了他一些山间生存的本事 他受伤的大脑还末一致好 本来想再琢磨一些时日 今日得知你想随他而去 才让你们见面的 老狼说道 宁兴感激不已 又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才搀扶着根声往山下走去 他为了不打草惊蛇 没有回宁康堂 而是直接去了李家 李家父母献到有点呆呆的儿子 老泪纵横 但知道了事情的所有经过后 他们愤怒的不能自已 当即就去找了李长 事态严重 李长不敢独自处理 快马加鞭去了县城 找到了知县 臣情了事实 知县一行人 带着根声等人到宁康堂时 胡子还在宿醉中 此时正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找宁心 看到干净整齐 跟以前无意的根声站在他面前 后面跟着一群牙役和知县时 顿时吓破了弹 慌不择路的就想逃 知县一挥手 几个牙役就抓住了他 他并不知道根声脑子出了问题 以为自己死最难逃 就把所有的事情跟竹筒捣豆子一样 全说了出来 原来胡子从小流浪 吃够了苦头 来到宁家后 他喜欢上了这种安静的生活 也喜欢上了宁心 可根声抢占先机 横刀夺爱 他心里充满了恨 他试图通过师父改变这一切 于是主动说出自己心意 希望师父站在自己这一边 可宁掌柜不愿意违背女儿的心愿 导致胡子起了杀心 用尽一切手段也要得到宁心 胡子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可是宁掌柜再也回不来了 值得庆幸的是 根声在宁心照顾和条理下 慢慢恢复了神志 苦尽甘来 一家人终于过上了平静的日子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 再见